傳統 第二個的話呢 改分割 剛剛有同學就是這樣子 程式碼 我是習慣是分割 分割是這邊做效果的 這邊可以看到程式碼 馬上可以看出來 然後架構一定是怎麼樣呢 第三章裡面就告訴你 Body裡面一定會有一個Data 我們剛剛Div一定是一個Div 一個版型 這個版型裡面的話呢 DataRaw 開頭一定是 一個Patch 一定會有一個ID叫 Home有沒有 我們剛剛啊如果說你有做錯的 你也可以直接從程式碼裡面改 會比較快 可是如果你 嗯程式碼不熟的話呢當然 盡量還是不建議你 從那邊改因為怕你改了之後 又改不回來或者是 輕易把動全身後面奇怪就連不到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那另外就是說在這個Patch 所以特別注意喔整個選舉就什麼 整個Patch 他的DataRaw Raw的話就角色 他的角色就是Patch 所以你不能把它改成別的啊你不能改成 其他的 改其他的他就不認得他就不認他是一個Patch 另外的話呢他有個header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Patch裡面一定有個DataRaw叫 黑的那黑的特別注意他的頭在這裡對不對 他的尾巴在哪裡呢 尾巴基本上喔 就是在斜線DIV所以你可以發現往下找 一定會有一個什麼呢 一定會有一個尾巴的地方 尾巴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這裡有一個 DIV 這個地方 頭的部分在這裡 我們切切這個 切這個來看比較清楚 因為那個我做的比較多動作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 一定會有個頭一個尾 一個 header的部分 header在這裡 OK 那我們 header 只有一個Title部分 那裡面的話有Content Content在這裡 所以 Content的尾在這裡 那這個尾巴的這個斜線是Patch的斜線 所以 這個標籤恐怕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底下後面 我們在第3章裡面還有很多了我想 因為有些細節 可能沒有辦法講那麼細 請各位自行在去看一下第3章的頁面的說明 然後還有什麼超連結怎麼做了 超連結 我是建議就是說 就用怎麼緊 超連結那其他的話站外連結 這邊 這邊也有相關說明 各位可以稍微 參考一下 那另外還有可以打電話 還有mail都有 有沒有這邊有相關的範例 我想各位可以試一下 比如說你希望 按下去之後 可以打電話 到 某一個號碼的話 按下去 同樣的 你也可以 他會跳出那個撥號 那你可以 再去撥電話 出去OK 比如說你們 假設你是 公司的一個App 那你可以 按下去就會連結到 公司的電話 直接可以撥電話 或者 你是個業務人員 你也可以按下去 直接撥你的手機 那就 增加你的那個什麼 能不能